酸梅的季節肯定是醃酸梅 特別煮酸梅鵝 酸梅排骨 酸梅專手 都很好吃 現在又去教大家醃酸梅 醃完酸梅 再教大家少少酸梅鵝 嘩!流口水 酸梅 你先買回來用水洗四五個 就曬乾它 昨天我們洗了曬乾 這裡就是3斤酸梅 剛剛3斤酸梅 3斤酸梅 6斤酸梅 你記得10斤酸梅 就是2斤酸梅 就這麼簡單 好 準備一隻烹飾 洗乾淨 不要有油 千萬不要有油 散乾淨 把酸梅放進去 加少許的鹽 大約1斤 不用加一斤 鋪一層 鋪一層 再加少許鹽 鋪一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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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好 整理也沒有很適合 整理也沒有很適合 這裡吸住海 不要讓它漏風 不要讓它流氣 這樣吸緊 不要讓它流氣 吸到它實 好 這樣寫一張日期 幾時幾日 你可以醃十年都可以 看到它已經黃 就可以吃了 哇 芬姐醃了幾年 這瓶醃了幾年 這瓶醃了幾年 這瓶醃了五年 五年 五年 這瓶醃這麼大 鋪出來 今天煮酸梅鵝 所以現在就想到 拍些教我們的粉絲 做吧 如果你想煮美食 請留意芬姐的視頻 記得點贊 收藏點贊 這麼簡單 我們明天 如果它的水 放在這裡 拿起 這樣動一下 就可以了 它全部有鹽 它就會 哇 十年都不會變的 重點 你煮酸梅 我輸手排骨 正得不得了 耶 這個浸了半個月的酸梅 你看 酸梅 這個是鹹酸梅 這個不是酸梅酒 這個很簡單 就是加鹽 這個就是酸梅酒 剛剛浸了好像一年 好像寫著 寫著的 剛剛一年 剛剛一年 一年一個月 一年一個月